歡迎好朋友來到 古海大張夫 為你邀請到永成 國際投股 古城建成分析師 陳先生老師好 陳先生好 富貴 穩中求 財富 大自由 好 今天已經來到 週五的時刻了 老師我們其實從6月份 一路到現在 大家是賺得很開心 賺得很過癮 因為6月份老師有特別強調 集團作帳 集團一個一個都上去了 從一開始老師 你說的聯電集團 聯發科集團 然後包括衛生集團 力經集團 東東都上去 甚至今天連國劇集團都創高 國劇其實一直都在創高 對 國劇如果你當初 把我的話聽進去的人 你就是這一年多來 股票就死抱著不放 像我媽那樣 國劇媽媽 恭喜您 一張不賣 奇蹟自來 國劇 各位你看一下 二七 二三 二七 我覺得不是今天才講國劇 從去年的8月 大家那時候在追廣達技嘉偽創 有台分析師 對不對 270 290 那時候的技嘉廣達 雖然廣達最近也是創新高 一樣如果你這段時間 明明那麼看好它 可是有沒有明明帶你那麼看好它 就算去年的技嘉跟廣達 讓你追高點 那下來技嘉後來又回檔到220 廣達又回到200 他有沒有叫你加碼 如果那麼看好應該要加碼 如果你加碼 那你的廣達現在是大賺 為什麼 因為不只你就算去年去追在 8月底的高點的 290的 280的 270的 不但解套到這一兩天 如果你是底部有在加碼 你當初追很高的你都賺了 更不用講如果他拉回200 你再去接的人 你基本上是大賺 大賺 但你會不會這麼說 因為200跟300億起比 那是50% 50% 560% 那是大賺 可是我們看到這一年來 很多人不是 明明買到會賺錢的股票 4月19號那個1000點 盤中1000點下去的時候 砍掉了 為什麼砍掉 因為你就是 一方面聽消息覺得它很好 一方面對這支股票又怎麼樣 又沒把握 可是這檔國巨 從那時候 470到現在 中間有沒有回檔 有 有 可是它回檔不深 然後一路到來 今天創高 它下禮拜要除息了 現在就是除息前 再拉怎麼樣 再拉最後一波 除全息前的那一波 我認為除息前跟除息後 它有可能像艾普這樣 所以如果你在之前 沒有擁有它的人 你這個時候要去做的時候 那你要小心 你要留意 所以它就有可能會像艾普一樣 6531艾普 艾普是不是老師一直提醒你 6月20號 20號的 來 各位 艾普 兩個禮拜前 就不斷在邀請你 對 對不對 我甚至公開在節目就告訴你 就是艾普 是 田馨幫 田馨幫你們問 秦老師公開 他為什麼叫田馨 就很甜 他幫你問 我還不想講 對不對 我講那就艾普 隔天還是 一樣是禮拜五 對 沒錯 一樣是禮拜五 禮拜五我們常常會開 6月7號 我們禮拜五常常會開 開紅利 只是你 我講了之後隔天再疊一下 你都覺得不好 很奇怪 明明疊下去更低 讓你買 因為我竟然會講代表我上車了 對不對 我上車了 禮拜一再開更低 那是可以讓你買更低 那應該很開心才對 可是大部分的人 通常別都不會買 大部分都 再看幾天 看幾天它還是不漲 然後結果就看到別人的去了 對不對 看到別人的去 你就發現說它就怎麼樣 看到別人的去了 它突然就上來了 而且老師一直提醒你 6月20號 6月20號之前會有高點 來喔 都會來 你看這兩天量來了對不對 對 我一直跟各位講 股票你要買在沒有人講之前 對 不是現在人人都在講 拜託都已經漲一年了 現在在講散熱 是在講辛酸 現在誰不知道散熱 現在還跟你講散熱 你有誰不知道散熱嗎 你不知道藝人氣冷嗎 對不對 都已經漲一年了 你現在還在講散熱 在講辛酸嗎 現在全中華民國股市 現在誰不知道 AI裡面要做散熱 但是重點是怎麼樣 重點是股票 現在沒人在講的時候 它籌碼就穩了 懂嗎 當它漲上來了 你現在像這兩天 是不是早上財經節目 又都在講艾普了 對 那時候就是大家又在注意它 各位大家都在注意它的時候 它的走勢就像這樣了 就開始上衝下襲大震盪了 走勢就開始亂七八糟了 對 你覺得這樣做很安心嗎 不好嗎 我是不是早就告訴你 我做的股票 我通常都是 我在這一段時間 我會是第一個做的 買在沒有量 買在沒有人講的時候 你買在早上人人都在講的時候 就是這樣 到底要買還不買 到底要買還不買 那就是怕 而且你買完之後 當你做一支股票 你會怕 你完了 為什麼 4月19號一千點殺下去 你就會出來了 對不對 因為你不賭定 你不賭定 就會像這樣 盤中就被洗來洗去 對 做股票要做到一顆星 跟新電圖一樣 七上八下 新電圖 那何必呢 你沒有覺得 你看我們節目 我們每一檔股票 我們是說 大家都買起來整 很安穩 你們這兩天開始有人 訂閱 以前中式沒有訂閱我YT 然後沒看我盤中直播的 對 你去看我今天盤中的直播 很精彩 大家是不是 大家現在都在呼口號了 對 現在進來就是 富貴穩中求 財富大自由 因為他們知道 原來這樣做股票 做得很心安 對 錢又賺得比別人多 沒錯 對不對 所以 來看 剛剛我們在講國劇 我用APP告訴你說 當現在量出來的時候 有沒有 今天的國劇量又出來了 2327國劇 因為創高 對不對 下禮拜27號 出席 要出席了 出 國劇 你現在要不要買 你要不要追 我只能告訴你說 你要做短線 你就跟剛剛 愛普那一個一樣 你要有一個很強的新電圖 他的走勢到下禮拜 就會像很像新電圖那樣 第一點 第二點呢 你要做長線的 假設這時候進去 萬一下禮拜或除息前 你本來想說 我再來攤個他一萬兩萬 結果萬一你沒有攤到 就一下去給你 套個五萬 你可以不可以接受 你可以不可以接受 你先問問自己 如果你可以接受 你再來做他 我們就是把各種版本 要先想好 為什麼我做股票這麼穩 我們會員都是一個 約一千 對不對 續息 六個月就變一年 一年變兩年 都很多 為什麼 因為他知道我們穩 我們做一支股票的時候 我們都有 策略 策略 進出的策略 ABC 都先想好 我們才進去 對不對 沒錯 我剛剛跟你講說 國具你要有準備 我說這檔股票 你如果真的抱得住 到年底 搞不好他會再創新高 我現在先跟你講 你真的抱得住 如果中間 因為國泰金控的 張錫總經理已經講了 第三季應該會有個修正 因為總部位股票 天天擋 天天擋過年的 當然沒有 對不對 特別六月是作帳 做完了到七月 我已經跟你講了 頂多到七月十五號 科技股可能應該就 可能就會有一個 比較深的回檔 比較明顯的 比較深的回檔 我沒有跟你講 嘴巴含乳蛋 我不會跟你講說 有一個比較大的波動 對不對 然後波動 到底是往上波動 往下波動 那漲的時候就說 你看吧 我說會波動吧 你看往上 你看 然後跌的時候 你看我說會有波動 你看往下 到底是往上還往下 我現在就直接告訴你了 對不對 七月 懂 那波動 對不對 那如果是這樣子 你還沒賺到錢的人 你要這個時候怎麼樣 買怎麼樣 買在 還有在這種地方的 對 絕心谷底 還有在這種地方的 然後到我講的那一天來之前 這一個月 接下來一個月 他還有機會像國劇這樣上來的 有沒有 一定有 如果你現在不相信 到時候 當初我講愛普你也不相信 那愛普就 兩三天就給你上來了 對不對 所以還有大半個月 一個月的時間 還有很多股票 還會從這種地方 就像國劇這樣 趕快趕 趕快趕怎麼樣 趕 陳辰老師說 要有回檔之前 對不對 趕快 趕快來做一做 趕進度 對不對 趕快 最後一棒 趕快還沒跑完 趕快把它跑完 對 趕快趕進度 國劇不是不能報 你有空手的 你可以繼續報 沒關係 你的底氣在這裡的 買點購定你可以報 就好像愛普 我這波我買在350 我不賣也沒關係 你現在380 390 還出過席了 對不對 都是賺 對我來講 我們成本如果350 360 現在我們還是在390 現在股價在390 我還是可以閉著眼睛 忍它怎麼樣 讓它挨它跟跌停 都OK 還是賺 眉頭都不會皺一下 但是你現在去追 所以一樣的道理 國劇也是這樣 對不對 國劇不是沒有前景 它有前景 它的前景 我兩年前就跟你預告 2022年 對不對 納州的國劇 只有200多塊 10月份 納州200多塊 對不對 到去年的8月 470 我還帶你怎麼樣 帶我們現金科技班 買國劇 買470的環球金 到現在股價都還是 越來越高 你們現在心裡只看到 台積電越來越高 你都沒有看到 陳泰銘 為了 給當年 挺他的去買 1300塊的投資人 一個交代 他很認真 雖然偶爾他還會跟女星 去約會一下 對不對 跟當年的郭台銘一樣 那郭台銘現在不約會了 股價就到200對不對 那說明哪一天 陳泰銘不約會了嗎 陳泰銘乖乖待在家裡 不出去約會了 他就回到1300了 有沒有 導播幫我放一下 我當年怎麼講的 如果陳泰銘今天的財富 如果陳泰銘今天的財富 是在2000年那時候 用了180億去收購 最後到2018年 中間國劇還跌到2塊 08年金融海嘯那時候 跌到2塊 08年金融海嘯 2塊的國劇到2018年 才10年的時間 可以到1300塊 這是上千倍 他是這樣熬過來的 對啊 那為什麼 人家大老闆都願意這樣呢 你有什麼理由告訴你自己 你不願意這樣 然後你卻想要擁有 大老闆那樣的財富呢 憑什麼 憑的是什麼 憑的就是在 留言板上去打嘴炮 對不對 這樣子嗎 所以你一輩子沒出息嘛 就把話講這麼重了啊 對不對 所以陳董現在的努力 是為了國劇未來的海闊天空 老師這本書不就是如此 對啊 現在的努力為了 每個人都在努力耶 你看他 對不對 一天到晚跟明星約會 但是他有沒有放棄 他有沒有整天要混 沒有 沒有耶 繼續中日前前 繼續努力 然後為了是未來的海闊天空 對不對私生活我們不要去評論嘛 對啊 可是你做他股東 我覺得 你當初 因為去追待一千三的人 我認為他現在所做的每一個動作 我認為他沒有 我認為他沒有 我認為他 應該怎麼形容 我認為他沒有 我認為他沒有 因為這樣 然後 就放棄了 繼續努力 就讓你套在那邊 我覺得應該講說 他還是很認真在做經營公司 對 他在企圖的下一個盛世的到來 我覺得他應該有想要 重返榮耀 對當初 追一千三的那些人 我認為他應該很努力 想要給你一個交代 懂 如果你認同他的話 好 對 同他所有的動作 其實都可以看得出來 他的努力 還要展現出來的 然後為什麼他在 剪支這段時間 要把消息放出來 來 在那個時候 你們剛剛有沒有注意到 剛剛我上面的日期什麼時候 2022年10月28 來 2022年的10月28 國劇在哪裡 在最低的時候 各位 你們如果股齡至少超過兩年以上的 你應該都有經歷 你要不要去回想一下 那一年的10月大家在幹嘛 砍股票 大家在砍股票 因為指數跌到一萬兩千六 那時候財經節目你還打開來看嗎 每一個分析師都在恐嚇你 那時候的台積電砍到 360 370 還有人恐嚇你說 台積電會跌到200 對不對 說指數會拉回到六千點 對不對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那時候我在幹嘛 買股票 剪鑽石 你有沒有看到那時候我在幹嘛 大剪鑽石 你去看到我剛剛那一篇新聞 我那一篇我在解的時候 我在幹嘛 人人在砍股票 我在給你看好國劇 對 我給你看好國劇的時候 不是在這種地方給你看好 不是在這種地方給你看好 我是在這個地方 沒有人要國劇的時候 我跟你說陳泰銘 要給你一個交代 現在事實證明了 是 他有沒有給你交代 他有 真的 我跟你講一個分析師 在股價好的時候 說這一家股價多好 那誰不會 我如果當時手上有國劇 我會叫你在這邊做停損嗎 不會 更何況我那時候沒有 我們是在這邊買國劇 是 你現在看到沒有 所以 不要以為股票人人都會做 就好像 現在你看到 台積電八九百的時候 你都覺得說 做股票好簡單 真的簡單嗎 那請問那一年 是誰砍在四百塊以下的 對不對 你要不要問問左林右舍 兩年前的十月 那時候是誰在砍股票 不然我們台股怎麼會從 一萬八千八 摔到一萬兩千多的 那時候是幾個分析師在這邊 叫你買股票 叫你放空股票的 但是老師在那個時候 還告訴你 為什麼國劇 老師會看好他 他併購的動作 他的未來性 所以 所以 這可以證明 你在股市裡面 你要像我這樣 永遠怎麼樣 你要能夠做到 富貴穩中求 財富大自由 穩的前提之下是 你要了解這家公司的未來 你股票你不會亂砍 對 股票不會亂砍 你也才知道說 現在這個股價 你該不該追 這個股價你該不該追 如果你追了 萬一他真的給你跌5萬 10萬 下來 你怎麼辦 你有 今天你在買國劇的時候 你有先想好 如果他萬一 那麼衰明天 對不對 對岸給你車顆飛彈 然後台股崩盤 給你跌5萬10萬 你要怎麼辦嗎 你有先想好這一套嗎 如果沒有的話 那你現在為什麼要去買他 可是我們不會 為什麼 因為我待會會員操作 我們都把資金控管好 我今天假設 我說假設 假設今天這麼高 我還要帶你買 那我絕對有做好 另外一個準備 如果下一個禮拜 他就跌了5萬 10萬下來的時候 我有沒有 加碼策略 這才是你做股票 要能夠百分百 獲利賺到錢 在股票帳戶裡面的財富 可以越滾越多 不斷的滾大放大 像巴菲特那樣的 操作 操作方式 財富累積的方式 而不是每天 就為人家幾千塊 然後去賭怎麼樣 賭行情 若不是大家在賭行情 為什麼4月19號 那天台股跌 盤中跌1千點 一堆人在砍呢 然後接著下午的投顧節目 一堆分析師就告訴你說 來現在應該要做空才對 做空啊 那你就空國巨啊 你來空這兩國巨啊 你覺得他高啊 對不對 4月19號 你來空他的人 你現在不是就被高了嗎 創高 不要看不懂 一家公司的未來的成長趨勢 然後就看人家股價高 就亂空 看不過去 對不對 很堂 我節目剛剛花一時間 跟你講了愛譜 還有國巨 我跟你講國巨 道理都在於說 公司都不是沒有產業前景 是當你要進場的那個當下 你有想過 漲當然都會賺 但是當你進場的當下 如果跌了 你要怎麼辦 你要去停損嗎 那一下做這一支也要停損 那一支也要停損 你有這麼多錢可以停損 賺就賺少少 停損就停損一大堆 那你股票越做越久 你的財富就越來越少 那為什麼我們財富越做越多了 對不對 這種股票不是為了來停損的 昨天 老師昨天講故事 另外一個故事 來認真聽故事 延續台積電的 今天我們有一檔股票很飆 來利基電 利基 4968 利基 消費電子WiFi7 這一檔也是老陳蓋 來 這檔就知道 這檔利基今天 來 他今天的糕點 當初如果說 你看我節目 我跟我們公司出去旅遊的時候 我在帕塔亞海邊 坐在躺椅上面 對不對 跟你直播的時候 還把我的大腿秀給你看 對不對 還有比基尼 那時候在哪邊 那時候是不是在這邊 他拉回的時候過年前 對 是不是在這裡 是 我說WiFi7 消費電子 所以他飆到這邊來了 對不對 但是我絕對不是這邊 叫你去買 可是如果說 你當初 這邊不跟我買 你在那邊看他長下去 你才來追的人 來 你不亂做 你現在是解套 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是手上 有我的操作方式的話 你都知道 你都知道 這一個月前 我們在這邊 170 180 我們重新佈局了對不對 對 今天是不是250了 沒有 趨勢對不對 對啊 所以為什麼我們賺得到 節奏的掌握 可是你這兩天 是不是又一堆分析在講他了 為什麼 因為投信來了 可是當他們在講的時候 是不是剛剛跟艾普一樣 你一張要跟我差三四萬 對 你才要來 很危險 好 我們先進廣告好了 廣告完 講故事 對 廣告完我要講故事 我要把昨天台積電的故事 我說 現在是一個結構大轉變 對不對 我一講完現在 就有分析開始學獲的節目 拿出來播了 來 利用廣告時間 LINE還沒加的 要看我直播的 趕快加進來 下一段 我把昨天沒講完的故事講完 下一段才是 這一兩天的 這一個台積電的故事的重點 好 先加來 我們五六月 帶你做的很多支IC設計股 那一家公司 都在魏哲家 在六月初 宴請台灣的幾個IC設計董事長 或高層總經理的 梅蘭竹菊村的桌宴裡 我剛剛跟你講的那一檔利基 就在這裡 局 這裡有誰 有聯發科 有 蔡立行 這個是誰 這兩天開股東會的 每次都被你幹掉的 這個誰 威勝的陳文希 有沒有 好來 為什麼這張座位表很重要 台積電現在換 魏哲家獨攬大權的 以前還有劉德英在 張忠謀他不會無緣無故 把一個棒子 這麼重要 台積電現在已經全球 前十大市值的公司 接班人他一定不會隨便選 那本來是兩個人共同經營 現在只剩魏哲家 對 好 你不要看這個桌位表 跟這一小篇的這個新聞報導 台積電現在要做一件事情 他要做一件母雞帶小雞 我們台灣的IC設計業 過去都是各自三頭各自工 對 所以聯電他 聯發科他自己可以公出 現在的一片天很不容易 瑞育也是 聯勇也是 我現在講這三家 是台灣目前 前三家 IC設計 近前十大的公司 現在不一樣 現在台積電要做一個轉變了 台積電要把他服務 揮達的那一套 他要拿來幹嘛 拿來扶植誰 IC設計 這個作業裡面的幾家公司 所以這些公司未來 台積電母雞帶小雞 他可以用上台積電先進的技術的時候 這些公司 必須會 我告訴你 以後單會接到爆 股價一個一個會創新高 我想我今天講這個東西 可能很多人沒有興趣聽 就跟當初200多塊 我跟你講國劇的時候 你在意的是這個指數 你沒有在意一家公司的未來 你沒有在意說 我們台股現在哪些公司 已經在發生怎麼樣 結構性的變化了 所以我昨天才告訴你說 2000年那時候 對不對 台灣因為網路 現在因為AI AI有的公司可能已經漲高了 可是AI有沒有給台灣 的很多小公司 其實帶來了另外一片春天 是 OK 就在這張表格當中 對 今天的話講到這 表格太小 你看不清楚沒關係 來 鎖取 你還可以來跟我們鎖取 加賴鎖取 來 這個週末 我們今天有這檔股票 開始在動 如果你要跟上的 你趕快來找我 加賴 不要再跟我一檔一檔錯過 好嗎 好 我們謝謝各位 好 記得加賴 來囉 本公司與分析師所推薦 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